面对恶性肿瘤,究竟该怎么办?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答案。有的说,哪怕有一线生机,也得积极治疗。 有的却认为,既然横竖是死,为了减轻痛苦,最好还是少折腾。还有的人,认为应该对晚期癌症患者提供安乐死,以最大程度减轻患者痛苦。 38岁的刘芳,就面临着这样的生死抉择,因为不明原因的淋巴结肿大,发热就诊,完善相关检查后,明确为淋巴瘤,这是一种起源于淋巴结和淋巴组织的面移系统的恶性肿瘤。 说到淋巴瘤,很多人会一下子想到,因为淋巴瘤去世的著名主持人罗金,虽然是一种免疫系统的恶性肿瘤,但是根据组织病理学的不同,淋巴瘤又分为祸其筋淋巴瘤和非祸其筋淋巴瘤。 不过他们的典型表现,都是无痛性淋巴结肿大,而且往往伴有发热、消瘤,导致淋巴瘤的病因非常多,也很复杂,比如感染、免疫、离化因素和遗传因素、病毒、幽门罗感菌,也在淋巴瘤的发生中,扮演着重要角色。 通过对刘芳的病适询问,我们得知她有长期染发的习惯,用她的话说,年轻的时候就有少白头,为了将自己不断增加的白头发遮住,从23岁开始就一直去染发,平均每三个月就得染一次,最近两年白头发更多了,去年一年的时间每两个月就染一次,可是,刘芳却不知道,如此频繁地染发,对于健康却非常不利, 染发剂中含有大量的有机本,本属于一种化学成分,也是淋巴瘤致病因素中的底化因素之一,长时间频繁染发,不仅容易诱发免疫系统的基因突变,还容易诱发其他的血液系统肿瘤,如白血病,再生障碍性贫血,骨髓,异常增生综合症,很多人有这样的错觉,认为越贵的染发剂,对身体的危害越小, 可是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,无论什么样的染发剂,都不适合长期频繁使用,虽然没有一个确切的依据证明究竟染发多久会致癌,但是一年染发最好不要超过两次,而且35岁以后要尽量少染发, 刘芳的病理类型属于护其筋磷巴瘤,磷巴瘤与其他的恶性肿瘤有所不同,他并不需要手术,目前医学上常用的方法,是化疗联合放疗,但是听到我们说放化疗,刘芳情绪激动,顿时崩溃,五年前他的母亲因为肺癌去世,确诊后做了四个周期的化疗, 却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心理压力,最终的结局依然难逃一死,所以,刘芳并不像像母亲那样,与其让化疗折磨的人不忍鬼不鬼,倒不如来点痛苦的,打一针安乐死,其实,像刘芳这样的肿瘤患者,并不在少数,很多人确诊恶性肿瘤后规矩放化疗带来的巨大痛苦,也有的,尝试了几个周期后, 实在没办法再坚持下去了,对于恶性肿瘤,放化疗更多的只是一种辅助治疗手段,不过我们告诉刘芳,淋巴瘤却是例外,因为累积全身淋巴系统,所以淋巴瘤没办法做手术,但不意味着它就没治愈的机会,通过放化疗,一部分护其筋淋巴瘤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,甚至治愈,在我们的反复安慰和劝说下, 情绪激动的刘芳渐渐安静下来,恐惧和压力也减少了很多,他才38岁,他并没有到病入膏肓的年龄,都说好死不如来活着,即便有安乐死,现在,他也没有勇气去选择,不过是一时冲动说出而已,确诊中流是极为不幸的, 可是作为医生,我们更需要为每一位患者,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,医学存在局限,但除了冰冷的治疗方案外,医生还应该多一点人文关怀 感谢观看